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山上劳作回来的村民老张顺着石梯下山 突然他脚下一滑 摔倒在地 背楼里的镰刀顺着石梯一路颠下 发出了一串如钢琴般清脆悦耳的声音 老张回村没几天 山上的石梯能奏出音乐这一消息便不进而奏 好奇之人纷纷前去一探究竟 大山中的神秘石梯真能如钢琴般演奏吗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西远 位于北纬三十度 距离省会成都一百一十五千米 为亚热带寄风性湿润气候 日照少 湿度大 年均降雨量一千八百毫米左右 由雨城 天露之称 位于川藏川滇公路交汇处的雅安市 素有川西咽喉 西藏门户 民族走廊之称 它也是中国南路边茶 茶马古道的起始地 境内众多的古道 繁荣了古代的商业贸易 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人文自然历史 在雅安诸多的古道中 有这样一座石梯却显得十分的与众不同 它不仅起到了连通作用 更神奇的是 它是一座会发出乐音的石梯 每当受到外力撞击时 便会发出音色各异的奇特声音 绿林深处的石梯真的能发出乐音吗 石梯的修建究竟是刻意为之 还是另有隐秘呢 2014年5月 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雅安市宇城区 前往南郊乡的牛心山 解开石梯奏乐之谜 科考队来到牛心山脚下的小村庄 希望能从当地村民口中 过去一些关于音乐石梯的信息 从村民口中我们得知 山上的音乐石梯能够发出生成浑厚 清脆悦耳 不同音色的美尿声音 若是碰上天气晴朗的日子 石梯的声音会显得格外清亮 有节奏的脉动双足来回踩踏 脚下便会生出一串动听的音符 令人心旷神疑 可是石梯为什么能奏乐呢 却似乎没人能说得清楚 在发现石梯声音的村民老张的带领下 科考队和专家踏上了探寻之旅 在幽林深谷攀爬半小时到一道山梁后 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一片绿色石壁 传说中的音乐石梯正静落其上 仿佛现在山间的一把巨大的石琴 记者决定沿梯而上 亲身体会一下石梯的奇妙之处 你听话这个声音要小一点 咚咚咚的 我们再往上一走声音更大 一动这个地方你看声音就大切了 你搞一下来 这个石壁下面的声音要大一些 我们越往上走上边声音更大 因为上边还带回音 我对面都听见得见 好 那我们现在去上面看一下 好的 没走多久就来到了石梯的上部 这段石梯与之前的在外观上有所不同 除了石壁上的青苔变少之外 石梯也变得更加狭窄 那么他们发出的声音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向导指着脚下的一段石梯 告诉科考队员 这就是当时镰刀滑落的地方 队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 决定现场进行试验 我现在用这根工字来试一下 当钢筋棍顺着石梯一路滑下时 我们竟然真的听到了一串钢琴般的声音 看来音乐石梯的说法果然名副其实 王亚军 亚安市国土资源局地质资源科科长 长期治理于亚安地区地质地貌等研究 这时专家发现 石梯不仅不同的地方声音各异 而且撞击的力度与方式不同 声音的效果也有所区别 当我们在靠近石梯的地方用手拍机时 又听到了和踩踏声完全不同的效果 更像是声音经过反射叠加后的回音 而且科考队发现 若是众人一起踩踏 整个山谷将会挥向着古典般的声音 饱满魂厚 经久不息 看来这个石梯奏乐还真是确有其事 能够亲身体会这大自然的奇妙音响 科考队也算是不需此行了 就在这个时候 科考队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座石梯与一般的古石梯相比 在建造记忆上显得十分考究 我们知道受制于古代落后的建造记忆和艰苦的经济条件 一般的石梯都是顺着山势而建 凹凸不平 奔刺错落 而这座石梯虽不胜宽阔 却每一节石梯都非常的平坦 仿佛经过了细致的打磨一样 雅安境内古道众多 古石梯也并非仅此一处 那么其他的石梯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沿着石梯继续前行 科考队发现了一块古老的石碑 上面刻着成画十七年造梯 岳民国丁四下龙毁 几位东重铸复凿 成画十七年即公元1481年 这时的雅安由于商业贸易的需求 修建了很多通商古道 其中最古老的当属川藏茶马古道 然而据史料记载 这条以茶马命名的古道当初更多是以牦牛和人力蕴茶 古道上的悲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风餐露宿的艰苦行程中 用心情的汗水和艰难的足迹 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 在这条漫长的古道上也分布着其他石梯 他们会像音乐石梯一样发出乐音吗 记者决定考察茶马古道上的其他石梯 望鱼古镇位于雅安市宇城区以南35千米 周公和上游的望鱼乡 通往古镇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座石梯 这座石梯宽阔而平坦 然而走在上面除了脚步声之外 我们并未听到任何奇特的声响 记者随即来到雅安市汉原县的清溪古镇 自古就是京边重镇的清溪古镇 为兵家必争之地 古镇中有座历史悠久的石梯 宽达九尺 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好 但是也没有什么提特之处 通过考察科考队发现 镜内的古石梯的确数量不少 但没有一处能像音乐石梯这样发出乐音 而且音乐石梯虽然是建在一块陡峭的石壁上 却十分平坦规整 每节石梯都仿佛经过打磨 即使与城中的古道古梯相比 在建造精细度上也毫不逊色 这让人疑惑 建在深山异余的石梯 为什么煞费苦心建造得如此精巧细致 与众不同呢 相传音乐石梯所在的山顶 曾经有一座小庙 香火甚是清淡 一日一枚美丽女子在通往寺庙的山路上缓缓行走 所过之处其音庙月不绝 消息传开后 百姓们纷纷猜测 石梯之人为庙里供奉的观世音菩萨 带着虔诚之心重修寺庙 又请工匠凿炎成梯 没想到石梯在修好之后 竟然随人形而跃升起 传说让石梯的绅士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科考队决定再次回到村中走法 从村民口中得知 石梯的修建的确与山顶的一座神秘庙宇 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考队一路攀登来到山顶 期待从这座寺庙中 找到石梯的建造原因 眼前的寺庙由于年久失修 已经破败不堪 但是向导告诉我们 这座寺庙曾经规模宏大 繁盛一时 每年庙会之时 前来进乡的善男信女 摩肩接踵 络绎不绝 更令人奇怪的是 庙内的石像并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中原造型风格 反而是融合了浓厚的西域特色 这让科考队十分不解 深山之中与世隔绝的一个小庙内 怎么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异域特色呢 从向导口中我们得知 眼前的这些石雕只是冰山一角 当年寺庙破败之际 一些石雕曾被转移到庐山县的东汉石客博物馆内 科考队来到东汉石客博物馆 他们能否从中获得实体绅士之谜的相关线索呢 馆内的四只神兽 造型各异 神态动作都刻画得十分生动 奇特的是 这些石兽身上都有一双展开的翅膀 这种造型风格在中原地区很少见 反而与西方或西亚的雕塑风格相似 在西方一些国家 以及古印度 波斯一带 就留存着类似的代义石雕 科考至此 队员们开始怀疑 庙内风格独特的雕像 以及奇妙的音乐石梯 是否和这些石兽一样 都是来自异域的工匠所建造 从这些出土的我们来看 亚安在当时作为南北交通的一个枢纽 一个文化的聚集交集的阶段 出现了许多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些现象 专家解释 亚安作为古时南北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 受到来自各个民族 以及国家的文化冲击空前巨大 使得境内工匠的创作思路 更加开阔 以至于当地众多文物 甚至深山中的寺庙 都落上了异域的文化符号 但这并不能证明 石梯是出自异域工匠之手 因为考古资料显示 那时居住在亚安境内的外国人 多为商人 异域工匠还鲜有记载 通过查阅史籍 我们得知山顶的寺庙 曾经是规模宏大 繁盛一时 而石梯是为了便于乡客 上山拜佛而建 建造时间为成化17年 即公元1481年 这时的亚安由于各种商业贸易的交流 经济上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也许正因为如此 才有足够的人力物力 将这座石梯建造的如此精巧细致 非比宣传 至此音乐石梯的绅士之谜 算是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接下来亟待解决的就是 它的发声之谜 为了探寻石梯奏乐之谜 随同专家 科考队再次前往音乐石梯 之前的实验中 当钢筋棍顺着石梯一路滑下时 石梯会发出一串钢琴般的声音 专家猜测 这可能是与铸造石梯的岩石性质有关 自然界中很多石头都可以发生 比如安徽的灵壁石 也称庆石 轻机微寇 即可发出美妙声音 还有产自新疆的锋利石 轻轻敲击也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一般来说 这种能发出声音的石头 都具有坚硬稳固 均匀致密的特点 而当客考队对石梯及周边的岩石质地进行考察 取样分析后发现 这里的石头主要为泥沙岩和叶岩 与能发音的石头坚硬致密的特点大相径庭 因而石梯发音的现象无法从其言性上来解释 我们发现多人同时踩踏时 石梯便会发出巨大且沉闷的咚咚声 好像石梯之下 由于中空形成了一个共鸣腔 在现代乐器出现之前 木骨的诞生 就是由于早期人们发现 中空的树干和石心树干相比 在敲击时声音大得多 因为物体中间的宫洞 能产生共鸣使音量增大 因此 科考队怀疑 石梯地下 也许藏着巨大的洞符 而音乐池梯所在的牛心山 山体高大挺拔 岩石抗风化能力弱 易受腐蚀 形成大型的洞穴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 科考队几经寻找 并未在牛心山附近发现大型的洞穴 专家告诉我们 几年前曾有人使用回声探测仪进行探测 如果石体底下有大的空洞 回声探测仪发出信号后 一段时间内将会接收到反射的声波 而当初在探测时 并未接收到反射信号 这说明石体底下不存在大的洞穴 石体底下没有空洞 石头的质地也并无特殊之处 那么这美妙的声音究竟是银河发出的呢 在对周围环境的考察中 一条潺潺的小溪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你看 这里就有很多利息 这泉水就从利息中涌出来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银河石体下面 也是这样有很多利息 泉水也从下面流过来 就形成了一些小的空洞 专家猜测 虽然石体底下不存在大的空洞 但是很有可能 由于水的侵蚀形成了一些小的洞穴 一路上过来 科考队发现 众多溪流都是从岩石下层流出 看不到源头也不知去向 这说明 雨水并没有在此处形成地表静流 而是随着岩石的裂缝 挥住地下 慢慢地侵蚀地下沿层 产生了一些中空的空间 而之前的回升探测仪 由于精度限制 只能检测到大的空洞 无法对这些小的洞穴做出反应 这时 附近特殊的岩性 也进一步印证了专家的猜想 小杨 你看 这就是叶岩 这是一层一层的 它的中间 夹杂着一些比较松软的泥土 或者沙子 还有呢 它有一些钙物质 就是我们因为石体中间也是这样 好 考察发现 石体所处地段 岩石质地脆弱 夹层中含钙的物质 极易被流水侵蚀 形成很多小的洞性 当外部撞击石体时 洞性内便会产生共鸣毁音 可是在不同的地方撞击 发出的声音音色高低也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其实类似于敲击水杯的发声原理 你看小小呢 我们做过摄影啊 用筷子敲着6个杯子 它的大小空间都不一样 空间小的 它的声音要高一点 空间大的 它的声音要沉默一点 这就是我们音乐设计下面 也就是这样大小不同的风洞 石体周围的岩石 是几千万年前所形成的 沙岩加叶岩的录像沉积物 有着很多复杂的加层 部分加层中 钙质含量较高 而亚安地区素由雨城支撑 降雨丰沛 雨水在这里 并没有形成丰富的地表浸流 而是顺着缝隙流入石体底下 汇流成溪 液溶与水的钙质 在水流的作用下大量流失 形成了很多分布不均匀的小洞系 当外部撞击石体时 洞系内便会产生共鸣回音 而因为不同位置的洞系大小不同 撞击时发出的声音音色 自然也有所区别 这就是音乐石体的发声之谜 如今 虽然深山中的庙宇与石体 已经随着岁月渐渐成风 但从中 我们还是能追忆出亚安境内当年的凡圣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时期内 宗教 艺术 文化的充分融合 和蓬勃发展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能工巧匠 也成就了 这奇妙的音乐时期 自然界中 总有一些奇妙的现象 让人惊叹不已 想要一探究竟 而当探寻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 一切都是源于 大自然鬼附神功的创造力 在亚安 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 与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完美的邂逅 诞生了这美妙的音乐时体 它就像山间的一把石琴 静静的团奏着 在乐声当中 我们仿佛回到了过去 看到亚安城内的 繁华万千的历史过往 也感受到了苍凉的古道上 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岁月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